全球现场的时间了 更多的内容要请韩宇来带我们关心 大家好 安全和上场时间呢 首先先来关注白宫在23号发表声明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正式的签署 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授权的国防经费就高达了 8579亿美元 等同台币大约是26兆 而这其中美国国防部 他们将获得8167亿美元 等同是台币25兆 当中这个25兆就包含着未来5年 美国要提供给台湾100亿美元的资金 并且要求是加速处理台湾的军购需求 因为其实在过去 美国承诺台湾的军援 其实是不断的延迟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对台军援积压的订单的金额 现在已经到了190亿美元 另外法案中更呼吁 美台联合军援应该要邀请台湾 来参与2024年的环泰军援 这份报告财政报告 涉台的部分是超过了50页 是有史以来最长的篇幅 而对台提供100亿的无需偿还的军援 每年是最多20亿 另外美国除了军援 他还授权了台湾最多是20亿的贷款 每年还会从国防部的库存里面 挪用价值多达10亿美元的防卫物资 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来给台湾 而在这之前呢 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昨天的时候呢 才刚刚盘点了年度四大外交的成果 其中就包括了团结世界 要确保俄国入侵乌克兰挫败 加速与盟友 在对北京的战略上的取向是一致的 他还提到美国团结盟友 致力与维系台海和平稳定 we accelerated strategic conversions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crucial for while russia poses an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fre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rc is our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technological power to advance that objective back in may I set out our strategy to meet the challenge posed by the PRC – invest in the foundations of our strength at home, align with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compete with China so that we can defend our interests and realize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Our diplomacy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carrying out that strategy. We're united in our commitment to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we continue to raise concerns and take joint action around the PRC's human rights in Xinjiang and Tibet, the eros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in Hong Kong. 布林肯重申, 美國謹慎避免美中的競爭會變成衝突, 未來也會持續以負責任的方式來管理雙邊的關係, 同時也會繼續在需要兩國合作的議題上來尋求合作。 那麼其實布林肯這番談話就是在強調要和北京競爭上的政策上 要聯合友邦、南韓、日本等國來一起來對抗中國。 而在日本方面呢,岸田政府日前其實他們公布了一個新的安保戰略三文艦 也引發了大陸不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在公布會上呢,他是直接的點名北京, 說北京呢他是目前戰略上最大的威脅。 而解放軍他們先是呢出動了遼寧艦在西太平洋八天的軍演, 接著中二聯合2022的聯合海上軍演呢也都劍指日本。 而且現在其實日美也傳出了日本外相林芳正他原定呢是要在月底的時候 來訪問北京和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會談。 但是現在卻因為疫情取消,理由是因為北京國內的疫情擴大。 不過呢其實也在前兩天之前呢和大陸關係回溫的澳洲。 澳洲外長黃英賢他也才剛剛到了北京。 而且雙方還在會後對外表示呢戰略的對話是非常成功的。 美中兩大國呢現在地緣角力,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和大陸央視的報導,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他在昨天的時候應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兩個人通話。 但是根據雙方事後公布的對話重點可以說是毫無交集,南援北撤。 大陸央視報導王毅他告訴布林肯, 美方呢必須要停止遏制打壓中國的發展。 尤其不可以以切香腸的方式不斷地挑戰中方的紅線。 不可以一邊要對話,一邊要搞遏制,一邊要談合作,一邊要捅刀子。 因為這不是合理的競爭,而是無理的打壓,激化矛盾。 但必須指出的是,美方不能一邊要對話,一邊搞遏制,一邊談合作,一邊捅刀子。 這不是合理競爭,而是無理打壓,不是管控分歧,而是激化矛盾。 實際上還是搞單邊霸凌的老套路。 這在中國過去就行不通,今後更行不通。 美方必須重視中方政黨關切, 停止遏制打壓中國發展, 尤其不能以切香腸方式不斷挑戰中方的紅線。 目前布林肯傳出可能會在1月份來訪問北京, 而王毅與布林肯通話的重點也提到, 顯然是針對兩國元首習近平還有拜登, 在G20巴厘島的場邊會晤後, 美國並沒有停止封鎖,還有對大陸的各種圍堵。 另外美國國務院也已經針對兩個人公布的對話重點表示, 雙方討論了當前的疫情情況。 布林肯他強調呢,大陸現在對疫情的透明度, 是對國際社會非常非常的重要。 接著看到美國今天呢,在國際上的另一個要事, 就是聚焦在這個週末全美是籠罩在一世紀一次的炸彈氣旋之下。 整個紐約市不但預期呢,會是1989年以來, 也就是30年以來最冷的耶誕節。 同時也將會有強風還有洪水。 不僅是美國總統拜登他呼籲要返家過一旦節的民眾要三思, 紐約的州長更直接警告市民,這個是史時級的災難, 民眾千萬千萬不要出門。 是有研究競爭的大陸礙禮。 這是一個熱門的,市集會有其他價值。 沒有其他方法說這要是比例的。 我稱它為一堆廁安置口的心思, 因為它是在我們全部都關於自己的空間。 在我們有被敷衍, 雨雲、露傘、露傘、灰症封 veteran, 可以看到纽约皇后区 淹水的情况非常严重 仓道也已经出现淹水 根据报道 纽约在平安夜的气温 气温会就降到 摄氏零下三度 除了洪水还有强风 也会可能造成停电 现在这个暴风雪 目前是席卷全美46周 估计约有近两亿的美人受到影响 美国中部部分地区 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气温就已经骤降到摄氏零下30度 美国今年的耶诞节的周末 将会是40年来最冷的一回 另外首都华府 现在也出现可能会破纪录的低温 多数的机场更是无法运作 超过5000架次的飞机航班 因为天气的问题 现在目前全部都已经遭到取消 而且在很多航班 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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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分钟 它们将会长时间 现在就到那里 这就是尖方的旅程 雪准备了扩讪新旅程 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